今天对台湾的原住民族来说是重要的一天 因为在1994年由民间发动的原住民族证明运动促成了 1994年国民大会修宪 在宪法的条文当中把原本过去称为原住民族为山包的字眼 一律改为原住民 那么在1994年的8月1号 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公布了这部新宪法 代表承认原住民族就是台湾原来主人的意思 为了要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 现在的行政人民会在今天选在这一天 举行了全国原住民族行政会议 而这个会议邀请全国原住民族地区的乡镇市区长 各县市的原民局处的首长以及行政人员与会 是原住民族届年度重要的会议之一 总统马英九在今天亲自出席 不过他没有多谈原住民族日的意义 还有历史选前倒数 马英九选择积极地说明三年来 原住民族政策的施政绩效 力拼原住民族选票的意味浓厚 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吴敦毅 在行政院人民会主委 以及14族族群委员陪同下点燃火堂 正式宣告全国原住民族行政会议 揭开序幕 在这个庆祝原住民族日的现场 由全国原住民族乡政市区长 各县市原民局处的主管 以及中央行政院原民会职员 齐聚一堂 总统马英九开口谈的 是上任三年多以来的政绩 总统马英九一一细数三年前进选期间提出的 原住民族政策 认为都已经依序完成 至于事办原住民族自治的政见 却因为行政院提出的自治法草案版本 引来许多负面评价 总统马英九还是强调要一步一步的来 但是自治的不是一个小题目 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而且确实会有许多的困难要克服 没有多谈要如何务实推动 马英九在把矛头对向民进党 两年前八八水灾重创原乡 成为原住民族地区的世纪大灾难 急需基础建设 马英九选前承诺要在四年内 编列五百亿进行基础建设的承诺 多次遭到在野党几民间团体批评 是在选前误导选民 以为是新增的预算 选后就翻盘 马英九强调钱都已经编了 各位可能会问 我们原住民委员会的预算 好像没有这么多 其实大部分预算都是编在别的部会 因为有的涉及到硬体的工程 如果全部放在原民会 他连发包的时间都没有 你说还是由交通 由交通过来执行 这个农民由农委会来执行 这样的话反而能够更快 除了强调四年五百亿的政策 没有跳票 总统马英九也表示 三年来原住民失业率 已经大幅改善 在司法人权或文化传承的业务 也已经有显著的绩效 一场庆祝原住民族日举行的 全国原住民族行政会议 在许多原住民族的政治领袖 都在的现场 总统马英九没有多谈原住民族日的历史 与意义 倒是积极宣达政绩 争取原住民族的支持 记者综合报导